各位同学好,我们今天营养学的课程要进入水溶性维生素的第三部分 那我们这一个部分呢,教学大纲是会包括了泛酸的说明,生物素的说明,还有液酸的说明 并且会介绍维生素B的一些历史,还有维生素C的历史 并且要介绍如何增加抗压能力的一些饮食秘诀 好,那所以我们的教学目标就是要认识了解这些泛酸啊,生物素啊,液酸啊 还有认识并且了解维生素B的一些历史,还有维生素C的历史 并且知道了增强抗压能力的一个饮食秘诀 好,这是我们的教学目标 那所谓的泛酸,泛酸就俗称维生素B5啊,它能够参与糖类、蛋白质、脂质的一个代谢 可以帮助细胞形成,维持正常生长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运作 促进身体的强壮,帮助制造抗体,以抵抗传染病 所以,泛酸是有利于抵抗感冒跟过敏的一个症状 那泛酸在我们体内转变成酵素或者是说酵素辅酶A的主要成分 它能够参与细胞内蛋白质以及脂肪糖类的合成和分解 也是能量代谢反应的重要元素 那还有神经传导的物质 DNA、RNA构造里面单元的一个合成小分子 可以作为缩酸的一个载体 也就是说将酸结合到辅酶上 然后再转移到其他的一个集团上的一个缩酸形成 高能件的一个活性乙酸 那泛酸在体内转变成固存激素的一个前提 是可以跟所谓的草吸乙酸结合成为柠檬酸 然后进入所谓的TCA Cycle 就是三缩酸回圈代谢 那活性的乙酸形成 这个乙酸的时候呢 是胆固存合成的一个前提 也就是泛酸也是固存激素的一个前提 那这个泛酸 有关于泛酸摄取太低的时候会引发一些症状 就是长期摄取这种低泛酸饮食 或者是含有泛酸的一种结抗剂的时候 会引发所谓的缺乏症 当人体缺乏这些维生素B5 也就是泛酸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头痛 疲劳 感觉异常 肌肉筋软 消化功能混乱 心搏加速跟自视性的低血压的一个现象 那有关泛酸食物的来源 包括泛酸 比如说是在豆、鱼、肉、蛋、颧骨类、十字花、蔬菜等含量 广泛的存在 泛酸是广泛的存在各种食物的 那泛酸的参考摄取量 在成年人、男性、女性皆为5个毫克 那特殊的情况 怀孕的时候呢 是增加1个毫克 哺乳的时候增加2个毫克 泛酸本身没有设定所谓的上限摄取量 那生物素的功能 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生物素 因为生物素它是属于酵素的一个辅酶机子 那参与蛋白质、脂肪以及糖类的一个代谢 像DNA、RNA构造单元的合成等 那生物素的缺乏症是很少见的 不过如果常吃生鸡蛋 那就会有所谓的生蛋白 里面还有很多的抗生物素 会与生物素结合 而抑制了生物素的吸收 所以长期大量的食用生鸡蛋 就会造成 或者是说生蛋白 会造成生物素的缺乏 但是经过加热以后 可以破坏蛋白中的抗生物素的干扰作用 那生物素的食物来源 因为生物素广泛的存在各种食物中 那肠道中的微生物 也可以合成一些生物素来供身体的利用 那生物素的参考摄取量 在成年人男性跟女性皆是30微克 好,microgram 那但是特殊的情况下 比如说哺乳的时候呢 就要增加5个微克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叶酸 叶酸呢又称为维生素M 那叶酸本身能够制造红血球 叶酸是制造红血球的一个重要物质 叶酸跟维生素B12 同样都是造血的维生素 它能够协助胎儿时期脑神经系统的发展 叶酸对于胎儿时期脑神经系统的发展 具有显著的影响 足够的叶酸可以减少胎儿的脊椎发育正常 诶,就是说足够的叶酸会阻止 这边,这边是我们要再介绍 足够的叶酸可以减少胎儿脊椎发育不正常 好,那怀孕初期 孕户摄取足够的叶酸 那么脑部畸形 胎儿的发生率就有明显降低,而且可以减少胎儿的脊椎发育不正常 那叶酸的功能 那叶酸的功能 叶酸在细胞中有多种的 以多种的辅酶形式 负责单碳代谢的和利用 用于合成 飘零 还有胸 胸腺密定 对于这个细胞增生时 作为DNA复制的一个原料 这是叶酸的功能 那叶酸的功能呢 也可以当作提供甲基石的半光氨酸合成甲硫氨酸 协助更多的 更多种氨基酸之间的转换 可以促进氨基酸互相的一个转换 也就是协助蛋白质的合成 或者是说分解的一个生理作用 那叶酸参与细胞增生 或者是生殖 血红素合成 这些作用呢 可以避免半光氨酸堆积 可以保护心脏血管 还可以减缓老人痴呆的一个发生 那所谓的四氢叶酸 就是说人体进入 叶酸进入人体以后 在小肠上皮细胞分泌的 所谓的一个骨氨酸 腔肌吸酶的一个水解 会形成所谓的骨氨酸跟有里叶酸 那这个四氢叶酸对于腔肌酸的一个代谢 还有核酸的合成 蛋白质的生物合成是很重要的 那叶酸的缺乏原因 在最重要的就是饮食中摄取不足 或者是消化吸收率降低了 那一般来讲 稀释的 稀释的饮食 欠缺的这个蔬菜 很容易造成叶酸的缺乏 尤其年龄增长 吸收率会降低 对于有抽烟 或者是慢性酗酒 有服用避孕药 或是抗痙磷药物的 或是黄氨类的抗生素的药物的 都会干扰叶酸的吸收跟利用 那叶酸缺乏的原因呢 就是它的一个症状呢 就会有虚弱啊 就是舌头发炎 肠胃不适 或者是有腹泻 成长不良 造成所谓的巨大细胞性的一个贫血 因为DNA复制会受阻而无法分裂 造成红血球的体积 增大 但是呢 树木反而减少 那运户叶酸摄取不足的时候 也会增加胎儿 神经管 神经管的一个缺陷的一个危险性 那叶酸的食物来源 在动物的肝脏 鱼油 蛋黄 还有叶绿 叶绿色的这个蔬菜 绿色的叶菜类 还有干豆类 豆芽类 菠菜 胡萝卜 南瓜 马铃薯 芦笋 以及绿花椰菜啊 菇类啊 柑橘类 以及香蕉 哈密瓜 坚果类 全麦面包 酵素等 这些都是含有很多的叶酸 而且肠道细菌呢 也会有一些合成的作用 那对于强化的一个营养的骨类呢 也是含有很多叶酸的 如果有特别的强化这样的营养素的时候 那由于叶酸本身很容易受到热光照 或者是储存太久氧化 或者是水煮蔬菜的时候流失在水里 那叶酸就很容易这样 因为这样的加工过程 或者是储存储放时间过久而流失 接下来我们介绍叶酸 它的参考摄取量 所谓的DRI值 成年人 男性女性 它都需要大概每天呢 都需要400微克 Microgram 特殊的情况下 比如说怀孕的时候 就要增加200微克 哺乳的时候增加100微克 那叶酸在临床上 是利用叶酸的结抗剂 来治疗某些癌症 那因为它是可以阻断叶酸作用 可以抑制细胞的一个增生 有一些叶酸的结抗剂 是可以阻断叶酸的作用 可以抑制这个癌细胞的一个增生 有这样子的一个临床利用 那叶酸上限的摄取量呢 是1000微克 那叶酸本身如果摄取太多 并没有很明显的毒性 但是剂量太高的时候 它就会掩饰到 维生素B12的缺乏症 也就是说当叶酸高 但是事实上是 维生素B12不足的时候 那维生素B12的缺乏症 就不易被发现 而延误了维生素B12的 缺乏的一个诊断 因此它的上限摄取量 还是设在1000微克 是一个安全的一个范围 那维生素C的一个历史 在1564年1564年的时候呢 就是西班牙反国的一个荷兰 荷兰的一个船员里面呢 有大多数的船员都罹患了 所谓的患血病 那这些生病的这个船员 有坏血病的船员 这个吃了果汁之后呢 发现 这个坏血病都变好了 就是治疗好了 这是在1564年的时候 那林德呢 发现说 这个医生发现说 用蒸叶的树枝 或者是说它的枝叶 敦熬的汤治疗 是可以治疗坏血病的 这是在1747年 林德发现 首次发现了说 这个坏血病 它是有这个眼睛下陷 牙龄流血 皮肤到处生了窗包 窗包 而且会发出一种恶痛 甚至于两脚没有办法站立 无力站立 那腿呢 还会肿胀 皮肤呢 就会变黑 黑的像煤炭这么黑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那它的皮肤呢 还会出现紫色的黑点 而且很容易有口臭 牙龄红肿流血 那身体呢 是消瘦 这种叫坏血病 但是呢 林德医生将 蒸叶的树枝 或者是它的枝叶 敦熬 盛汤 治疗 这个坏血病呢 有痊愈的现象 那在1932年 分析出维生素C的一个晶体 因为在1795年 英国海军 它规定船员 每人每天都应该 饮用维生素C 那这样可以治疗 就是预防坏血病 那到了1932年 美国匹治堡大学 就分析出维生素C的一个晶体 它是可以用来治疗坏血病 后来这个维生素C的化学结构 跟它的功能呢 就陆续了 也就被发现 那对于维生素B1的历史 是早在1880年 日本高木发现 那它是以白米当主食的 这些国家 常有一些脚气病的现象 这是日本的一个医生发现的 那在1902年 美国对于糙米治疗了脚气病 那1912年 对于预防脚气病的物质呢 取名就叫做维生素B1 那在米康中分离出来的维生素B1呢 是在1926年 由米康中可以分离出来维生素B1 那在1932年 那在1932年也可以从酵母中 酵母菌中可以分离出这种物质 而且对热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物质 并且定出了它的一个化学结构 当时就给命名为维生素B1 那1936年完成了它的鉴定 跟它的合成的一个流程 那维生素B2的历史呢 是在1879年 由于在牛奶中 发现一种具有黄绿色荧光的一个色素 然后之后呢 又将其他的食物中 食物中呢 将像肝脏 酵母菌 心脏 还有蛋白中 找到了维生素B2 当时呢 将这个具有荧光特性的色素 称为合黄素 那到了1932年 发现酵母中分离出来 细胞呼吸所需要的黄色的一个酵素呢 或是它的辅酶 在1936年 又发现说 这个合黄素 它的活性跟绿色荧光色素 确定了乳黄素 那这个乳黄素呢 就是所谓的维生素B2 那这个是B2的一个历史 故事 那有关荷黄素跟虎薄酸去青霉呢 是发现许多不容性的 荷黄素跟未在立腺体内膜的 所谓的虎薄酸去青霉是有关的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发现了说核黄素跟虎薄酸去青霉有相关性 到了1960年后 从牛的心脏的一个虎薄酸去青霉分离出 具有这个FAD共架结合的一个小分子生态剑呢 这个生态剑是就是一个荷黄素的一个一部分 一直到了1969年才证实出来这个荷黄素呢 跟它的跟这个虎薄酸 虎薄酸去青霉的一个霉源有见解的一个情形 那维生素B6的历史呢 是在1926年的时候 做老鼠的皮肤性实验 发现老鼠的皮肤炎曾经呢 被叙述描述过 那再过几年以后呢 才确认这个产生病变 皮肤炎病变的老鼠呢 是缺乏了维生素B6的一个情形 那也在1934年 认定荷黄素跟维生素B6是一个影响因子 也就是他们之间 荷黄素跟维生素B6之间是有互为影响 到了1938年 分离出具有维生素B6活性的结晶体 那1939年 完成了它这个化学结构 跟这个人工合成的情形 那维生素B12的历史呢 是在比较晚了 已经在1920年才发现说 吃大量的肝脏 大概每天一磅 就能够控制贫血 而且可以防止神经病变的发生 那当时取名叫做外因子 但是需要正常人胃中存在的内因子 才能被吸收 所以呢 恶性贫血就因为缺少这个内因子 那如果能够在大量的吃这个肝脏以后 有少量的外因子 可以借 可以借着简单的扩散 被吸收 而改善贫血的一个症状 那治疗恶性贫血物质的成分呢 成功的就在陆续几年才被研究出来 那是在1930年的时候 提取了肝脏中的一个活性物质 到了1948年 用乳酸菌的载体做进行分析 发现说英国分离出维克 维克含量很微量的一个红色的金 红色的金状物质 它的结构 化学结构 称为维生素B12 那在1955年 正式成功分离出 治疗恶性贫血的物质 一直到1973年 才有所谓的人工合成的 这个维生素B12 那有关于烟碱酸的历史 是早在1753年 西班牙发现说 赖皮病主要的症状就是 皮肤跟嘴巴附近的表皮脱落 以至于疾病在末期 会造成神经系统的损害 而变成有痴呆的现象 那认为呢 是跟吃了腐败的玉米有相关 那到了18世纪末的时候 意大利北部 也发现有许多类似的 这样的一个病例 那在20世纪初 美国由于内战食物缺乏的时候 赖皮病呢 在各州都出现了 那在1909年 美国发现说 这个赖皮病 并不是一个传染病 它是可以借由 营养的补充 而消除它的病症 而且发现说 麦芽 以及肝脏 都是可以治疗 所谓的黑蛇病 或者是赖皮病 那到了1937年 从肝脏中 胜出的一个 就进出物 肝脏的进出物 分析出草酸 以及烟碱 烟碱胺 那这个烟碱胺呢 是可以治疗 所谓的狗的黑蛇病 或者是狗的赖皮病 在1937年的时候发现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增强抗压能力的一个 饮食 那由于现代人的压力 最多呢 就是来自工作的竞争 大概有40%的人呢 都是因为工作的竞争 而压力特大 那其他呢 像生病啊 还有青春期 更年期 老年期 也有 也很容易产生 所谓有形无形的压力 莫名其妙的一种压力产生 因为他会对自己的这种 身体上的一种变化 会没有办法做一个调试 或是适应 或者是简单的说 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这种变化 身体上的一个变化 而产生的一个无名的压力 那其他呢 还像贫血啊 饥饿状态啊 吃太饱了啦 或者是太劳累了 或者是有便秘的现象 情绪紧张 或者是力有所未待的时候 就是工作太多 那做不完 这种都很容易造成压力 那其次 也就是可能是因为杂事 或者是玩得太过火了 玩得太过火了 就是不 或者是说有不当的饮食习惯 吃太饱了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都会使得生活的方式 使得自己这个 徒增了很大的压力 所以这种不当饮食的习惯呢 或是不当的这个生活方式 比如说熬夜等等 都是会增加个人的压力的 那在美国呢 1978年就成立所谓的压力研究所 那在1988年 就开始举行所谓的国际压力学术研讨会 那这个压力呢 本身就会造成所谓的心情的低落 或者是焦虑忧虑 这种心理上的疾病以外呢 还会感到就是很容易有感冒啊 肥胖啊 心血管疾病啊 高血压啊 中风 还有肠道疾病 肠躁症这些 甚至于也很容易得到什么 糖尿病啊 免疫失调 疼痛 老化 皮肤病 神经系统的失调 痴呆症 失忆症 或者是不孕症 或者是癌症 这些呢 也就是说 大概有60%到70% 就是在医疗院所看到的这些病状 有大概有60%到70% 是来自压力所造成的疾病 所以呢 充足的 充足的睡眠 适当的运动 均衡的饮食 规律的生活 事实上就是 可以抗压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不变法则 除此之外 最好还能够保持心情的愉快啊 有宗教信仰啊 这个都是一个抗压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不变法则 那正常 所谓正常的饮食 就是应该含有均衡的营养 多次含有较丰富的维生素B1 B2 或者B12 B6 B12 烟碱酸 叶酸 必须脂肪酸 以及一些微量元素 像辛啊 萌啊 铭啊 钙啊 铁啊 这些食物 那么就可以有比较强的抗压能力 食物中所含的营养素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 因为食物中所含的营养素能够促进热能的代谢 提高免疫力 清除来自肝脏的压力荷尔蒙 或者是有这个抗氧化的能力会比较具有抗氧化的能力等等 都在食物中因为含有充足的营养素而就有这么多的一个好处 因此它是有助于这样的所含的营养货丰富的时候 那么就可以有助于降低神经性的一个冲动或者是消除神经的传达 进而可以增加抗压的能力 那食物所含的营养素能够提高免疫力 丰富的营养素食物包括了牛奶呀 优肉乳 瘦肉 内脏类 鱼背类 还有核桃 蛋类 种子类 酵母粉 蔬菜 水果 以及全骨类 那这些呢 都是营养很丰富的一些食物 那适量的蛋白质脂肪 糖类的摄取 就是提供身体所需要的热量 能够维持正常的血糖 能够维持身体细胞的正常运作 避免体组织的瓦解 那这些就是提高免疫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例题 那例题一 就是常见的泛酸 在体内的这个功能 因为食物很多都含有泛酸 那泛酸呢 在我们体内的功能呢 就是可以协助我们身体的像 糖类脂肪 蛋白质的这个氧化 它们之间的生理代谢 合成等等热能的产生 这些都是泛酸可以达成的一个功能 就是协助 协助我们身体 它当作一个辅酶 泛酸是可以当作一个辅酶 在我们身体里面 协助这些糖类脂肪蛋白质的一个生成以代谢的作用等等 那还包括了核酸的代谢等 那例题二 就是造成生物素缺乏的原因 造成生物素缺乏的原因可能是 比如说吃了生鸡蛋太多 因为生的这个蛋白里面含有一些抗生物的一个含量比较高 所以造成生物素的缺乏的原因 好 例题三 就是叶酸不足的原因 常见叶酸不足的原因就是摄取食物中饮食中的 比如说叶绿素的蔬菜太少 水果太少 那以至于含叶酸的这种成分呢 摄取不足 那或者是煮菜的时候煮的过火了 就过热 温度过高或者是储存时间太长 加热时间太长 温度过高或者是储存太久 都会使得叶酸的一个不足 摄取不足 或者是大量的水煮 水煮这些蔬菜的时候呢 就会使得叶酸流失在水中 以至于叶酸呢 就有不足的一个情形 摄取量就会不足的情形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续发性的因素 就是续发性的因素就是可能呢 身体里面呢就是就比如说有吃一些药物啊 这些药物 这些药物包括了什么黄氨 这个黄氨剂啊 这种抗生素等等 那把这个肠道内的一个菌杀死了 那以至于因为肠道内的一个维生物呢 本身也是会合成叶酸的 所以呢也会造成不足 好那食物 有哪些食物所含的营养素能够提高免疫力 一般天然的食物像蔬菜水果以及肉类 这些天然的肉鱼豆蛋奶和核桃 这些含有很充分的糖类脂肪蛋白质 还有其他的维生素矿物质 那这些维生素矿物质包括了V1V2V12等等 那这些呢因为营养素非常的充分足够 所以呢它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 那一般呢如果缺乏像维生素B12呢 很有可能就会血红素就会不足啊 那造血机能就就不够啊 就会造成恶性贫血 那这些都是一个会造成身体不健康的情形的 所以呢只要多吃这种天然的食物 或者是说像肝脏类啊 内脏类啊动物的肝脏内脏 以及肉类瘦肉奶类 这些都含有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 这些天然的食物就我们就应该要多摄取 而至于加工过后 有可能呢就会在加工的过程而流失了这些营养素 好那最后我们又做一个总结跟回顾 也就是说本章的一个探讨的内容呢 是讲了泛酸生物树叶酸等等 所以呢也就是说在本章 我们可以认识了解到泛酸生物树 叶酸还有维生素B的B群的一些历史故事 还有维生素C的历史故事 而且我们也可以进而知道 有关于可以抗压能力的一个饮食秘诀 主要就是要多吃一些天然的食物 像肉鱼、豆蛋、核桃类或核果类、豆类、豆莢类等等 这些含有比较多的蛋白质 天然的营养素 维生素啊、矿物质啊 这种营养素含量很够很多 所以呢就可以足以作为一种增强抗压能力的一个饮食的一个 里面呢就是比较好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章所介绍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 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了 谢谢各位的收听 再见 拜拜